这部是一部不像低价机的低价机 Xperia M2 Hello 大家好,我是Gadani 在我们手上这部不像低价机 这部是Xperia M2 Sony今天在NWC15大发布会上 变成一部三部发表机中定位最低的一部 这部是4.8吋有QHD萤幕的手机 但是我们实际看上去 一点都不像一个低价的手机 也不像QHD的萤幕 色彩很鲜艳,可视角度也很高 看上去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或者一点都不廉价的感觉 更加加上它在机背上下了功夫 用了一个亮面的机背 我们不肯 基于Xperia Z1 Compact 的前驱之鑑 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玻璃的机背 还是一个角的机背 但是不不说这个机背的感觉是不差的 机质也是用了一个Omic Balance 的设计 但是这些斜边就用了一个磨砂面 感觉非常之不错 拿上手这些位置有点绝手 但是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USB Plugout 带了出来 而且这里右手边 你看到一个盖 开了这个盖 看到有MicroSD 或者SIM卡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盖 这个盖是没有胶边的 所以也说这部Xperia M2是一部不防水的手机 虽然它的定价比较低 定位比较低一点 但是它的设计也是没有马虎 也有一个相机的按键 主相机是800万像素的镜头 然后有一个LED光灯 系统方面就是一个基于Android 4.3的Xperia 当然功能上就没有Xperia Z2那么多了 但是最主要的一些CAMERA APP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简单玩下去 其实这部机的感觉非常之不错 我觉得是一个一点都不低价的一个手机 所以如果大家价钱不多的话 这部机绝对是一部扮得下来的手机